2018年国务院又颁布了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您也是参与了这个计划的制定 为什么要用打赢蓝天保卫战这样的说法 这个应该是跟十九大延续过来的 十九大明确提出来 我们国家就是三大攻坚战 一个就是脱贫攻坚战 第二个是污染防治攻坚战 还有第三就是那个防范金融风险的一个攻坚战 就是十九大提的那三大任务里头 那么其中污染防治攻坚战里头 大气部分就把它叫成了蓝天保卫战 这保卫的含义就是说 不能让它再出现大范围 长时间的这种频繁出现的这种雾霾 然后让那个空气质量以PM2.5 为主要标志的这个质量 要次序的改善 讲的是这个意思 到去年十二月份就到节点 打赢了吗 全面实现了这个预设的目标 大气失调五年 减的幅度非常明显 然后呢 在那个减排污染物 大气失调结束的时候 工程院给出的一个评估报告 就是末端治理的潜力在减少 在收窄 而那个结构调整的需求越来越大 就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 运输结构和用地结构 所以在南天三年这个计划里头 就明确提出了 四大结构调整 对应了将近二十个 十五到二十个措施 那么三年下来 天上的浓度达到了预设目标 但是结构调整减排的这个贡献 没有预期的那么明显 还是靠其他的一些综合效果得到的 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要去动结构调整 那个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然后呢 同时从污染物的角度来讲呢 淡氧化物的减排和挥发性 有九级物的减排 还远远就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还需要再继续做 所以下一步要采取措施的时候 一定要在结构上 有更大的这个动作 那这个结构调整 可能就跟我们现在提的这个碳中和 大概就能结合 又结合点了 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合点 就是说我们在去年九月二十二号 习主席讲话之前 其实上次非常发愁的 就是说十四五怎么办 就没什么潜力了 对 就是伸手能摘的水果已经摘光了 剩下的都是高速的 对 都高速的 就是说几年前 就是大气十条结束的时候 有个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我 我就曾经讲过 我说伸手能摘的 我们就先摘了 第二步就搭凳子才能摘 第三步搭梯子才能摘 第四步搭梯子也不能摘了 都在那个树梢了 只能放猴子才能摘 实际上也就是说 你让传统的这种末端的环保治理技术 去完成那些任务 潜力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研究结果就是 最多延续到2030年 就十五五 这个潜力就耗尽了 真正能扛大事都是结构调整了 去年9月22号 习主席讲要做碳中和 光有碳达峰 是不足以倒逼结构调整的 为什么那个达峰啊 峰总是会有一个的 那我会在一个很高的峰 使我的这个结构的压力很小的情况下 并且在上头高高在上呆得不下来 那也是达峰了 所以说在国际上有一些 了解点汉字的那种外国专家 说你们中国会不会将来形成一个工厂的厂 就是这个碳上去以后 然后一直在那带着 就是那种局面对吧 欧洲现在是这个情况下 它八十年代就大峰了 一直在峰上就是这样的 但是后来我们说你看 中国是负责任大国不是空谈的 习主席这个9月22号话讲完之后 不是工厂的厂 是几核的几就会下来 那么这点他们还是认同的 所以那一旦有几核的几的这个大路径以后 我们马上就在分析 就是说怎么样合理 就是既减碳又帮着南天改善污染物 这就是我们现在做了很多工作 叫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这个方面大量的这种分析工作 那么这个前景就一旦往那个碳的那个 达峰的那个路径走 那我们这个南天是非常好的一个前景 就我们现在分析出来的这些结果 所以我曾经讲过说 如果没有双碳这个目标往前推进 我们所谓的这个南天宝卫战 就变成那个地面部队的一个搏斗 所谓的这个搏斗就是说 我手榴弹首先用完了 子弹剩下也不多了 再不行就是刺刀什么去肉搏似的了 就那种整法 减下来的污染物会越来越少 但这个时候 一下子这个习主席宣布 我们有炮兵来了 我们有空军来了 就是碳达峰碳中和 是这个概念了 很棒 对 我说 这那是我